而光丰地区农会这次举办歌唱比赛 是希望透过音乐来抚慰大家的心灵 也提振大家的士气要传递正面的能量 不只嘉证班踊跃参加也获得各界好评 总干事张明发表示说 明年会提高奖金和规模继续办理 20位加证班的歌唱素人 经过两个小时半的精彩歌喉战之后 前三名优胜者依序上台接受颁奖表扬 现场气氛热络 是我们的铁妹的加油 还有我们光丰融会的 但是 给我这个机会 所以 光丰地区农会第一届加证班 新光杯歌唱大赛 经过加证班与农会 几个多月来的筹办规划 今天上午在农会超12楼大型会议室盛大登场 农会这一次祭出重赏 除了报名参加者都有一千元的参加奖金 前三名奖金依序分别为 第三名五千元 第二名六千元 以及第一名八千元的奖金 以致鼓励 首先谢谢我们光丰融会给我们举办这个机会参赛 那也谢谢整名的裁判们对我的声音肯定 也谢谢参赛的姐姐们 承诺给小妹 也谢谢赞助的姐姐们 谢谢 有 感谢光丰融会举办的这个歌唱比赛活动 让我们有机会展现我们的才能 也谢谢评审 肯定我们的歌声 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我们光丰融会举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部落好声音能够在这里展现出来高手云集 谢谢姐姐们让给我这个展现 还有谢谢我们的评审肯定我们姐姐妹妹的好歌喉 谢谢你们 以往都是以农产研习食农教育或文化产业DIY体验活动为农会加镇班研习训练的主轴 而今年首次尝试办理歌唱大赛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主要是希望借着歌声疗愈抚慰之力 提振花莲因天灾地变造成时期低迷 而传递正面的力量来面对未来挑战 还有当然我们花莲从0403到现在 大家感觉气氛感觉就比较沉重 我想透过这个加镇班活动来增加我们班的向心力 我想这次办的活动大家参与都非常的热烈 而且我们这次比赛大家竞争也都非常的激烈 借着歌声与竞赛 加镇班彼此轻易交流 团康娱乐 获得各界好评 尤其藏于民间的好声音难分宣制 因此农会对于第三以及第二名 特别依需增加了两位以及一位名额出现 光是颁发的竞赛奖金就将近5万元左右 面对各界好评与热烈回响 面对各界的好评与热烈响应 中干事张明发也进一步表示 明年第二届也将会提高奖金以及竞赛规模 要继续传递光风好声音的正能量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起估译机专门 最后会这个办法 中情赛奖金所以细ان顶ems 勿源自带 动达充